夏季养花 高手的花园里面总是大桶小桶再小桶的放在那里 为什么桶里面还装满了水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很多高手喜欢用雨水浇花 而不喜欢用自来水浇花 Hello大家好 我是伊拉克姜之爸爸 有一种水有一种肥料 可以天天给植物使用 绝对不烧苗不烧根 植物天天喝还能长得更好 尤其是那些喜酸的植物 比如自此花啊 茉莉花啊 蓝莓啊 这些植物就非常喜酸 天天喝还能越长越棒 花开不断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雨水 我问你 如果我问你雨水有多少种 你知道吗 其实雨水有三种 第一种是小雨 稀里沙拉一点点的小雨 这种小雨呢 其实营养成分不是很多 但是拿来养花也是很好 一般情况小的雨呢 都是低层雨 或者转换雨 所以呢 这种雨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收集起来 拿来养花就可以了 第二种雨水 午后的泥雨 尤其是泥打泥 打泥 散电特别多了 这个雨 那种雨呢 里面的营养成分就很高了 因为空气里面的蛋元素跟氧气 已经经过雷电的啪啪啪啪 之后进行了转换 这种里面 这种水里面呢 就含有非常丰富的蛋元素 适合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养花 第三种雨水 这种雨水 并常发生在春天 春天春雨绵绵的那个水呢 虽然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 不是很高 但是由于它持续性的供应 所以这种水呢 比平时我们收集的小雨 或者暴雨水 里面多了更多的有益成分 我们拿来养花 也是一不错的选择 那雨水拿来养花 有什么好处呢 这对比自来的水来说 我觉得第一个好处 特别关键 就是雨水的活性比较足 这个呢 我们自来水里面 我们相信都知道了 自来水基本上没有活性 里面还有含有很多的细菌 还有虫卵还有什么乱七八糟 还有是那个绿器 这个东西都会在自来水里 但是我们的自来 那个雨水里面就没那么东西 这里雨水里面更多的是什么 氧啊 蛋啊 这些活性比较足的地方 平时我们养花都喜欢 往它的水里面打点氧气 但是天然的雨水里面 就不需要打氧气 直接拿来使用 可以迅速的养花盆 恢复活力 而且呢可以迅速的帮花盆里面 去分解里面的有机肥料 让这个肥料让可以给植物迅速的吸收 雨水可真的是一个活性非常足的一种水 第二种防止涂氧板结 这个我是做了好多好多的实验 有一段时间呢 我是这一盆花拿雨水浇灌 这一盆花拿自来水浇灌 然后呢我就发现它们的变化最明显的就在土壤上面 因为雨水呢可以让花盆里面的土壤呢 迅速的恢复活力 加上雨水是微酸水 对于小细菌 有益细菌的生存 或者存活 或者是吸收养分 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雨水这种微酸水 加上雨水里面是无盐状态 没有盐 那么花盆里面的细菌就可以很好的反解 雨水可以让板结的土壤迅速的恢复活力 让这个土壤呢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植物生长 第三种是对于那些喜酸的植物 尤其是像自主花 茉莉 蓝莓 还有很多植物呢 其实非常喜欢酸性环境 自主花是特别的 这加口酸的PH值去到4.5到5之间 这个是非常酸的一种状态 而平时我们给植物浇水呢 由于我们经常用自来水 自来水里面含有那个盐的成分 对植物生长非常的不利 但是使用雨水之后呢 我们甚至不需要往雨水里面 加入米醋 或者一些酸性的物质 都可以发现呢 这个自主花 从此之后呢 花开不断 我这份自主花已经好久没有给它施肥了 但是呢 今年已经挂了第六茶的花朵 非常的漂亮 而且呢也非常的舒服 养在这个位置 我也不想动它 它也花开不断 所以呢 如果你喜欢养这些比较酸性环境的植物 你也懒得去弄各种酸肥酸水 那么您可以找个办法收起点雨水去养花 您会发现 这植物从此之后呢 就花开不断 很多朋友都说自主花难养 但是我觉得真的没什么难度 除了自主花之外呢 其实自主花 茉莉花 绣球 荷花 还有很多的蓝莓 其实都是非常喜欢酸性环境的 还有更多的植物是喜欢微酸环境 就是甲林翘啊 还有很多植物都是喜欢微酸环境 所以我们养花 其实没什么难度 找个工具 把林家的那个雨水收集起来 然后平时拿来浇灌 你就会发现呢 真的很少吃 当然了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 弄个大雨池 平时呢 基本上是不用往雨池里面加水的 因为啊 雨水 收集的雨水 尤其是南方就够了 您看我这个一大池啊 我已经半年没往里面加过水了啊 刚用完一点 又下一场大雨 又玩起来 下完 平时也是用它浇花 不仅省了钱 而且植物还能长得特别的棒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到这里 我是伊拉克僵尸爸爸 感谢大家 拜拜